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最主要就是慢慢温度上升的话呢 要留意在水中的一些这个溶氧量可能会比较容易降低一些 所以呢最主要就是因为水中有一些这个微生物啊等等的 所以呢如果发现了我们这个雨有一些这个抬头情况呢 要稍微注意一下那么水中的一个溶氧量可能要有一些打水的措施 那么来看一下在天气的部分 首先来看到就是在礼拜二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蜂蜜云气就在这个我们台湾附近哦 所以呢其实这一半台湾主要就是在蜂蜜云气的滞流的情况之下 天气大致上都是比较不稳定的 可以看到礼拜二是这样的情况 那么礼拜三呢其实也是类似的 其实是蜂蜜就是在我们台湾附近 那么甚至在中国南方会陆陆续续有一些这个对流云气发展起来 那么随着气流飘到我们台湾这附近来哦 所以呢天气其实是比较不稳定的情况 礼拜四也是类似可以看到不断的有一些对流云气移入 而且可以看到这个桃红色的一些区块 代表说那降雨是比较明显的一个地区 那么来看一下到礼拜五的时候也是类似的一个情况哦 甚至这个到礼拜六礼拜天呢 整个滞流封面还是都在我们台湾附近 所以这一次要提醒大家啊 降雨时间可能会整体的不一定的时间会比较久一点 不过这个雨的话呢不是这个一直一直在下 而是断断续续的 像我们从把它拉近一点来看的话就可以看到 其实这个雨势是一波一波的进来 所以呢这个雨势不是一直一直在下 只是说当对流云气移入的时候 会突然有一波比较明显的雨势哦 所以呢要提醒大家 特别留意这个短延时的一个降雨的一个情况 那在短的时间以内哦 可能会降下比较明显的雨势 这个都要特别的注意 来看一下在这个礼拜二到礼拜五的降雨的一个情况 礼拜二的话呢目前看起来可能降雨还不至于很明显 最主要在我们的中北部跟东半部地区 但是可以看到礼拜三开始到礼拜五的话 颜色都变得比较深一些了哦 不然其实群台湾都有下雨的机会 那么到礼拜五的时候看起来尤其降雨呢 会特别的明显了所以呢提醒大家啊这个礼拜的话呢 其实都是持续在比较不稳定的天气里面都要特别当心 来看一下在风浪的部分的话呢 因为台湾刚好是在南北风的交界的一个地方 所以呢风浪呢多少会有些影响 那么最主要中北部跟东半部地区要留意中浪 那么南部的话呢最主要是小浪 就在黎外岛附近的话可以看到在我们的钓鱼台 在绿岛蓝宇跟澎湖的话是中浪 金门跟马祖的话是小浪 另外来看一下在这个潮汐的部分的话 东半部是中潮 西半部的话呢除了新竹跟台中是中潮之外 像基隆台南跟横春的话是小潮 在黎外岛的部分可以看到 包含我们的蓝宇 马祖金门跟澎湖的话都是中潮 至于在温度的部分以北部来说 因为目前看起来这个礼拜主要是北部降雨可能会相对来说会蛮明显的 所以呢再加上方便往南边移动的时候 其实北部也会受到北风的影响 北风就是比较凉的空气 所以受影响的程度会比较明显一些 那么低温的部分变动不大 大概在22到24度 但是白天高温就有比较明显的变动 礼拜二的话呢还有大概29度 礼拜三会往下降到大概25度 那么礼拜四开始又逐渐的回升 大致上就是在25到29度之间 那么以这个南部来说的话呢 变动幅度就不是那么明显的 低温大概在25到26 27度 那么白天高温大概在30到32度 所以这个礼拜大致上就是一个比较不稳定的天气 大家可能要留意 比较容易有下雨或者是强降雨发生 都要特别留意 可能提早做好准备 以上就是4月23号的农业气象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